大家好,我叫淳智英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珍贵的我的故事 在讲故事之前,请大家听一下一首曲子 你们猜到这首曲子是什么吗?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学习汉语的外国人 你们肯定听过这首曲子 这首歌叫《梁霄》 是中国的十大二胡读书曲之一 也是考汉语水平考试听力部分之前能听到的歌 这首曲子是用二胡来演奏的 对,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我与二胡之间的故事 二胡是每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乐器 拥有悠久历史 听说在中国家里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会拉二胡的曲子 可是在韩国很少有能学到二胡的地方 甚至很多韩国人连二胡的存在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和二胡的奇遇是偶然的 与此同时是命运的安排 这就是我的宝贝二胡 首先我来介绍二胡的主要制作材料 油木、蛇皮、马尾、竹 用这些材料来进行制作 这个乐器可能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二胡比什么乐器都很敏感 很有魅力 我觉得二胡的最大的魅力是音色 演奏者不同 音色也不同 每个二胡都有自己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特征 虽然这难免产生音色上的差异 但是每个二胡都能演出温暖柔美的旋律 这让人非常感动 我们说音乐是艺术的一种形式 也是一种语言 通过汉语 我遇到了二胡 通过二胡 我慢慢遇到了中国悠久历史上的故事 不仅是这些 二胡给我很大的力量 每到心里不安的时候 拿出我的二胡 轻轻地拉一下 不止何时我的心情慢慢变好 找回继续奋斗挑战的力量 我和二胡已经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